那我们认为这个产业 未来一定可以取代日本漫的产业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郑勤贤教授 正在带领博士生门 研究鲁曼和黑曼的经济价值 而这是他配合教育部在107年 推动的大学产业创新研发计划 将大学研发能量与产业资源有效连结 建立长期产学合作关系 培育博士级创新研发人才 就跟教育部申请 希望能够培育我们优秀的 这些博士级的研究生 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毕业以后 能够将这些研发的技术 能够带到产业去 在正行贤教授的教导下 深知所的严玉婷同学 也积极地研究鲁曼和黑曼 从幼曼到成曼的细心养殖 包括疾病控制 饲料调配 水质管理等技术样样俱到 期待未来鲁曼和黑曼的前景 难不逊色于日本曼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老师他教给我的东西 对我而言 不是一个局限在实验室 能够用的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实用 而且我可以带着它 毕业之后 我马上就可以进行创业 就是比较跟我接触到以前 比较偏生技方面 实验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产研计划结合产业支援 培育博士级研发人才和创新技术 期待发展出可实际运用 在产业的关键技术或产品 透过科技实际解决生活议题 设计系统还不错 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针对 非标准人口来做设计 在公司这边可以实际上碰到 那个真实的问题 那学校那边是比较理论上面的 所以就是课文上面讲的 在实际上面并不一定会遇到 所以公司提供的环境 是直接解决生活上 所遇到的问题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的陈平洋同学 参与智慧创新科技 和辨识认证技术 路过360度语言镜头 结合AI影像变速车流 导出塞车的解决方案 未来这项接触有机会 协助台湾各地 运用在车流管理与交通树岛上 我们提供这个场域 让学生可以实际接触计划 然后完成这个计划 也符合我们商业的需求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而像这样的AI智慧研发 也同样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进行 我们的系统可以直接在空拍机上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手机模组放上去 可以直接从空拍机上面 直接就算完就去估计 那如果飞高飞低 然后有光线变化 你可能要想办法把它解决 正在带领博士生 透过空拍影像 对极小物件做政策的谢君伟教授 希望透过产学合作 进而带动企业研发部门 进用博士级研发人才 提升台湾在智慧辨识产业的竞争力 学校里面可能是很多是 学术跟产业的落差 透过产创计划 把博士班留住 然后产商而言 它可以培养高级人产 我们教育部产业创新计划 是非常棒的计划 可以让我们的老师 带着学生团队 尤其博士班的学生 瘦士班的学生 能够很快地跟企业跟产业 高端的公司能够对接 教育部大学产业创新研发计划 期盼将台湾校园的顶先人才 及研发技术 成功应用在日常生活 帮助台湾的经济和科技 再攀首屈一指的世界高峰 教育部将大学研发能量 与产业资源有效连结 建立学校与业界长期产学合作关系 积极培育博士和创新研发人才 另一方面也推动人工智慧教育 透过体验课程和认知活动 让学生们更了解人工智慧的应用 这个重点你看 一下这个重点然后把它记下来 反人工智慧五大数据导入教学现场 台中市北平国校的同学 正透过最新的智慧学习系统 英才网进行更有效的个人学习 除了吸引他们的兴趣之外 他们也可以透过自己学习的方式 不是说传统好像上课听老师讲 然后不懂了回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孩子在数学这方面 实质上的帮助是有的 英才网作为教师试镜教学辅助平台 协助教师进行差异化教学 配合学生的能力与学习需求 理定适当的教学策略 达到英才试镜的教学目标 将圆周长除以圆周率 因为圆周长除以直径会等于圆周率 所以圆周长除以圆周率也会等于直径 算出来的答案 因为它要我们求的是半径 所以还要再除以二等于二十公尺 达约二十公尺 我觉得用这个平板学习 会让我的学习的效果更加有效 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利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持续追踪 而且评估学生学习状况 除了加强学习进度 同时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精神 达到更加英才试镜及英才试镜的成效 有一个叫做小考的 你有点进去吗 有 好 那我跟你说 那五自一你的进度已经OK了 孩子依照不同的需求 学习的教材之后 他也有属于他自己不同的评量 那有了自己的教材 自己的评量 每一个孩子他所学习的准确度就更高了 所以英才试镜最重要的是什么 提升教学或学习的什么效率 教育部透过实验教育工作坊 让各学校讨论研习 英才网的操作与运用 期盼智慧教学系统 在未来台湾的教育上 有多元的发展更突破 我们正用AI的技术 在我们现在的数学学习平台上 那希望可以达到英才试镜的目的 还有希望我们每个学生 能找到最适合他的 学习路径学习材料在这个平台上面 会迎接人工智慧时代来临 教育部提出人工智慧 即兴新科技教育总体实施策略 在国小 国中 高中到大学 各教育阶段投入AI学习课程 这次的实验教育工作坊 也提供未来教学的策略与方向 那我这个单元教完之后 学生学得如何 抓出学生在过去的问题点 感受到老师们对于这样的一个 网线资讯是相当有兴趣的 还有未来在学校运用的时候 可以朝哪个方向来进行 为了让学生了解人工智慧的应用 积极培养专业技术 和数位应用能力的跨领域人才 实验教育工作坊让教育工作者 对人工智慧工具充满信心 现在未来的科技发展趋势的资讯导入 跟AI导入如何帮助到老师 孩子跟家长去做自我评断 或者是自我的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走在未来 还是对于孩子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工具跟符具 不管是将人工智慧注入教学系统 或是提供学生更多的人工智慧技术 都将是台湾教育在人工智慧上的一大突破 弱实AI教育化 教育AI化